推動社區福利化台東縣政府開辦社區經理人培訓培育在地人才 今年第四屆共有38個人通過了初級認證 是歷年來人數最多的一屆 29號舉辦了社區發展論壇及社區聯繫匯報 進行的授政儀式也頒發十組基歐社區獎項 期盼可以持續強化社區發展合作 報回基歐社區最大獎項實至名歸 因為關山正不只出產豪米 也將農業資源連結社區開展福利化服務 把社區居民居住環境統統顧好 提升在地認同感與幸福感 結合社區跟農業資源還有一些創意 全面性的在社區不管是照顧也好 社區業務推動也好 創意也好 比賽也好 大家都很有信心而且共去很大的力氣力 政府的角色不是說去教社區做什麼 而是協助社區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推動社區福利化台中先政府 放手讓社區自己當家做主 並在旁提供社區人才培訓 社區資源輔導以及成立雙方溝通平台 29號舉行台東縣社區發展論壇 即社區聯繫匯報 希望透過跨領域交流激發社區多元思維 會中也特別為38位第四屆社區經理人 授予初階結訊證書 以及10組基歐社區頒獎 台東這幾年很多社區自主性非常非常強 我想這都代表大家的榮譽 因為有大家努力台東才會更好 台東縣獨創全國 連續四年開辦社區專業經理人培訓 以專業社區工作者的角色 厚聚社區抵運能量 今年共有38人結訓 創下歷年取得出接資格最多的一届 另外縣府今年度也在福島金峰鄉公所 以及社區爭取花東基金補助大旗艦計畫 未來將作為福利化社區的典範鄉鎮 介紹大會 台東是報導